小明在上课时 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若不考量其他的外力之下 一公斤的铁块和一公斤的棉花 哪个比较重? 小明觉得棉花的体积比较大 所以应该是棉花比较重 但是隔壁的同学小华却认为 铁块拿起来成成的 所以应该是铁比较重 老师公布答案 一公斤的铁块和一公斤的棉花 都是一公斤 所以一样重 全班立即恍然大悟 不过小明又产生了另一个疑惑 同样是一公斤 为什么棉花的体积这么大 但铁块却这么小呢? 你可以帮帮小明想想可能的原因吗? 小明观察到两物质相同质量 但体积却不同的现象 联想到弟弟老师教过 人口密度 可以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程度 可以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 来表示人口密度 那可不可以用单位空间里的 物质质量多寡 来表示物质的密度呢? 物质的种类和排列的疏密程度 都会影响密度 如果再更明确地定义 密度指的是 物质在单位体积内质量的多寡 可以用物质质量和体积的比值求得 我们来看个例子 小明有一个公仔 用排水法测得体积为5立方公分 将此公仔放在电子天屏上 测得质量为6.0克 透过测量结果计算出 此公仔的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 等于6.0克除以5立方公分 等于1.20克每立方公分 在密度的常用单位 除了每立方公分几克外 还会用每立方公尺几公斤 以及每公升几克 我们再深入了解物质密度的特性 如果今天有不同体积大小的铝块 分别测量出这些铝块的质量 将这些测量结果画成关系图 我们会发现体积和质量的关系图 唯一过远点的斜直线 呈正比关系 意思就是在同一个物质中 体积越大 质量会越大 若一一地将这些铝块的密度计算出来 你会观察到 不论是什么体积的铝块 密度皆为每立方公分2.70克 有这个测量结果 我们可能可以推论出什么呢? 其实 密度为物质的一个特性 在相同条件和环境之下 相同的物质 密度也会相同 所以 如果以水为例 只要温度 压力 和其他外在环境不变 不论是多少体积的水 密度皆为相同 而不同的物质 在密度上也会有差异哦 不同物质间的密度差异 也造成生活的一些现象 洗水果时 有些水果在水中会沉下去 有些则会浮起来 将石子投入水中会下沉 但在水中丢入树枝 则会浮在水面上 还有 煮饭时 油会浮在水面上 这些是因为 如果物质的密度比水还大 物质便会沉入水底 物质比水的密度还小 物质便会浮在水面上 那当物质的密度和水相同时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个部分就交给你来想想啦 来小事伸手一下吧 又到了课程尾声 来为你做个小整理 密度是物质在单位体积内的质量多管 可以用物质质量和体积的比值求得 相同的物质 在相同条件下 密度不会改变 最后 给你个小问题想想 在本次课程当中 只有提到 如何测量固体的密度 如果要测量液体和气体的密度 我们该怎么做呢 欢迎你去找寻答案 留言在下方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